哈囉,歡迎來到麻吉兔頻道 又到的開箱收藏時間 上一次開箱GK一戰封城火之神神樂 還沒關卡的朋友可以點選上方的資訊欄 那今天就要來開箱下弦5被打倒後 鬼王無產在無限層解散下弦的經典場景 準備開箱,Let's go! 鬼王無產 這次的GK是由魔方工作室出品的女版無產 在合會上可以清楚看到忍酷無情的無產圖像 一看到整體外盒就知道裡頭的成品非常大 總體的高似乎超過40公分 關卡一個人開箱真的是非常的累 每次都要請小幫手在旁持住 底座 無限層底座 跟 女版無產的身體 這什麼? 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 這邊近看一下無產的頭雕 真的非常的精細 這邊請看清楚這顆頭雕 很重要喔 這次的體座是木頭式的樓梯設計 樓梯的周圍有無產鬼化後的觸手包覆著 在家裡 小塊 又沒有 小塊 人家 有些人 有些人 明天 也有些人 在那裡 出品 入口 太陽 看到全部的配件 不像上次一讚風神來得多 連觸手都是液體成型 組裝上應該不會太困難 哈哈哈哈 它這支有點不穩 把燈裝上 它應該是這樣吧 它只有一個孔啊 燈最後再裝 燈最後再裝 燈很危險 方向是對的嗎 再來是手的部分 它兩支都是右手 你可以選擇要拿頭 還是不要拿頭 那我們當然是裝上拿頭的部分啦 它吸住了 最後一個 這在哪裡 裝在哪裡 找一下 它是什麼 不知道耶 在這裡 這是這一個的舌頭 這邊的舌頭 喔 那舌頭 對 有沒有吸住嗎 嗯 它是上嗎 上 應該是上 上啊 它是下 寫在這 我要蹲 哈哈哈哈 完成 這裡修正一下 原本都都以為這一根是怪物的尾巴 仔細一看才發現是無產左手伸出去的觸手 所以剛剛組裝錯了 現在來看一下細節部分 這次的GK成品真的做得非常精細 不論是無產臉上的神韻表情以及被斬殺的下旋 在臉部細節都做得非常到位 搭配無限層的地台場景及後方的怪物觸手 讓這尊GK的氣場提升到更高的層次 在樓梯上可看見一塊塊的血字 樓梯的下方也能看見無產的觸手 包覆著整個地台場景 來到本體背後 在木頭上也能微微看見紅色血字殘留在上頭 彷彿是斬殺下旋後噴灑在木頭上的痕跡 在下方裡頭也設計一盞燈來打亮後方的場景 關燈後所散發出的感覺完全不同 彷彿動畫的場景真實重現在眼前 其實在剛推出這隻無產GK時 有不少人因為無產的怪物出手 導致下單的人數並沒有很多 等到了近期成品出來時 萬萬沒想到會這麼的好看 各大討論區也開始討論起這隻無產 也因為下單這隻GK的人本來就沒有這麼多 加上近期搭上無限列車的熱潮 收藏家開始紛紛招收二手無產 意外的讓這隻無產身價水漲船高 那麼兔兔為什麼有這隻無產呢 只能說某人偷偷下單 等到會的時候才發現 怎麼多香 最後如果看你無產拿頭的樣子 還可以像這樣惡搞一下 但目前兔兔只有三顆頭雕可以擺 等後續開箱多一點GK的時候 就可以擺一堆頭雕在樓梯上 就好像很多人都死於無產之手 哈哈哈哈 今天的GK分享就到這邊 最後你們對於這隻無產的感想如何呢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討論喔 最後久違的抽獎活動來囉 抽獎辦法請看 活動辦法 訂閱March2YouTube頻道 並在本部影片下方回答以下兩個問題 1.無產手上拿的是下嫌第幾個的頭呢 2.成功預測下次GK開箱是哪一位鬼滅角色 將有機會獲得鬼滅兄妹的海報喔 兩位新鱈兒將在下一次的GK開箱影片中公布 活動截止時間 從今日起至下次GK開箱影片上架前留言 都有機會獲得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